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io你好 你好Sophia 好久不见了 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我们节目了 那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电视机前 应该有些新的观众 给我们这些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可以没问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Lio肖家俊地产明星团队的 我们这个团队是REMAX RUTION里面 最大的一个华人经济的团队 我们就是有很多队员在卖楼的时候 都有一些很独特的一些方式 比如在万景区在世交宝 列治文商还有这个北约客 通通都是打破很多地区的一些买卖的记录 我们地产明星团队 也有很大的一个人际的网络 所以在卖房的时候也是相当的有效的 找我们这个地产明星的团队 应该是没错了 他们在买房卖房方面都非常的有经验 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技巧 那么Lio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介绍的这两个房源 分别是什么样的房子呢 对 我今天介绍有两套房子 都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投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都是位于这个世家宝 第一套物业都是在这个 世家宝白求恩中学附近的一套独立屋 而第二套是位于这个 Steelsken Midland Port Royal社区的 另外一套独立屋 两套都是在这个世家宝的黄金地段 非常值得投资的 也是我们华人 华人朋友非常热衷的地区 这个世家宝地区 接下来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地产一加一环节 一起来了解一下 刚才呢 Lio也介绍了 他今天要给大家推荐 这两个房源都是位于 世家宝的黄金地段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世家宝呢 交通便利生活方便 不管是新来这个多伦多的新移民朋友 还是来加拿大很久的华人朋友 仍然会选择在世家宝居住 那么问一下 到底今天 Lio介绍的第一个房子 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 具体位置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那Lio给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没问题 我今天介绍第一套房子呢 它的地址呢 是位于2号 Ambercroft 它的那个 Major的intersection呢 是位于这个Steels 跟这个Burchman 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中学 叫做白球文中学 Norman Bethune 这个房子呢 就是位于这个有名的中学的附近 这个房子呢 的户型呢 是一个独立屋 三个卧室 单车库 面积呢 大概是1731 那个Lot是33乘以111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Cornelot 这个地块非常的大 对 没错 然后呢 其实呢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学区房 对于一套房子的生殖潜能来说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但如果呢 想要找一个名校 也不一定要去到湾景区 或者是 列治文山 或者是北约克 在世交宝呢 也会有一些很有名的一些中学 例如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是Norman Bethune 白球文中学 对 没错 这个房子呢 它呢 那个业主啊 是一个对生活环境 非常非常讲究的一个业主 那所以呢 它里面呢 做过很多很多装修的工作 包括呢 全屋的实木地板 都是两年前全新翻新过的 然后它这个basement呢 也是专业完成 有分门出入 有厨房 有两个卧室 也有浴室 这个房子呢 它呢 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我觉得就是它的地段 是非常的大 33乘以111 刚才你也讲了 对 它是位于斯蒂尔和 波尘马 波尘马 对 没错 正好在这个斯蒂尔的沿线 那么我们都知道 它是华人非常喜欢住在这个斯蒂尔周围 生活非常的方便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周围的一个生活环境 对 没错 就是这个房子呢 它周围的环境呢 除了这个明中学 就是Norman Bethune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 很多周围的配套非常的齐全 包括呢 走路几分钟就到达那个Bembert Circle 那Bembert Circle呢 是在世交宝当中 一个非常有名的华人的一个plaza 是的 对 它里面有一些华人的超市啊 餐馆啊 商铺啊等等 所以呢 这个生活的便利程度呢 是相当的高 而且呢 除了这个名校之外呢 附近还有一个公园啊 叫Fundie Bay Park 所以呢 这个可以说是近中待望 望中待近 相当有优势的一个地理位置 而且这个房子呢 它也是做过很多房型的工作 地段呢 也是比较大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投资的价值是相当的高的 嗯 刚才我们大家哈 通过这个屏幕上图片 也了解了这个房子的基本的情况 我看到这个后院也很大 是 没错 因为它的地比较大 33乘以111 所以它这个后院呢 前院呢 都做得相当相当的好 也是professional landscape 有很多专业的园艺 里面呢 还有 后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deck 所以呢 喜欢园艺的朋友呢 有很大这个发挥的空间 对 它的前面那个drive车路呢 是比较宽 所以呢 可以呢 就是停两辆车 再加上这个单车库 总共呢 是可以停三辆车 对 现在我们这个房子呢 叫价呢 是67万9千 它最主要呢 就是附近那些房子 那个售卖的季度 那个价格比较高 所以呢 它这个升职的潜能呢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如果对于这个投资者来说 可以先买来 然后呢 就是放租 先租出去 因为呢 附近有这个名校 所以呢 它租金呢 是比较贵 或者呢 自住也没问题 因为它装修的很漂亮 住的也非常的舒服 还有一种方式 你刚才也讲了 它的地库是走出世的 那么这样的地库呢 便于出租 如果是想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朋友 想自住的朋友 其实完全可以把这个房子的上半部分 可以自住 然后呢 地库出租出去 而且这个位置是相当的好出租的 可能一上市 这个房子的地下室就被强调了 对 肯定的 我觉得既适合自住 也适合投资 同时呢 就是自己住进去 也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把这个地下室租出去 而且呢 它里面呢 做过很多的房心 可以说呢 绝对是这个moving condition 就是说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装修 任何的东西 直接可以住 对 搬进去就可以住了 所以这个房子呢 是难得一见的 而且呢 在这个 Norman Bethune附近的这个房源呢 也是相当的少 一出来呢 通常都会卖的非常非常的快 这边的房子很少有拿出来卖的 对 很少 比较少 因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很多朋友都是在找这里的房子 对 没错 我想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是一直在找这个Skabo的房源 尤其是这么生活便利的地段 生活便利 还是非常少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Ryu联系 到这个房子里面周围去看一下 我们再次呢 这个随着这个图片上的 屏幕上的图片呢 再次回顾一下这个房子 刚才呢 Ryu介绍的这个房子呢 是位于Skabo地区 这个地段呢 非常的方便 应该算是Skabo最黄金的地段 位于Steel和Burchman 它的户型呢 是三个卧室 是一个单车库的独立屋 面积呢 在1731尺 这个Lout非常的大 因为它属于这个Corner Unit 这个房子目前的叫价呢 是67万9千 现在这个房子呢 刚刚上市 而且呢 非常的抢手 感兴趣的朋友呢 不要错过 到时候可以跟Ryu联系 到这个房子里面 亲自去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广告时间 不要走开 我们待会儿回来 看一下另外一套房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